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鸦片的泛滥和横行导致中华大地上无论是平民老百姓还是达官显贵都染上了烟瘾 并且大量白银外流 国库日益空虚 此时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师大夫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其中林则徐最先看出这个问题 并且说服道光帝自己前往广东进烟 据史料记载 1839年1月 林则徐赶赴广东 第一件事是调查西烟市 试图欺断源头 然后抢破戒毒者戒烟 由于道光皇帝的信任 没有人的情感 许多官员都被冒犯了 最后 他们几乎被暗杀 士兵们一直受到士兵的保护 据史料记载 在林则徐抵达广东后 他要求鸦片经销商在规定时间内交出鸦片 否则将受到严厉惩罚 等鸦 片收缴上来之后 林则徐本来想将鸦片运回京城 当众销毁杨国威 但由于有大臣担心路上遭到调换 在经过道光帝的手肯后 林则徐最终选择了 在虎门就地销毁鸦片 说起来 销毁鸦片最简单的办法 无外乎用直接用火烧 若想要提高效率 则完全可以使用传统的烟土半酮油焚毁法 不过林则徐却不想敷衍了事 焚烧法虽然快捷方便 但却又存在诸多弊端 因为如果用火烧毁 那鸦片就会产生毒害人们身体健康的气体 如若将上脚的鸦片通通烧毁 那将功亏一会 于是 林则徐想出了海水进化法 他令军民在海岸挖地挖一大坑 在挖一壳道与海水相连 海水被引入坑内 届时把鸦片全树倒进坑内 再倒进足量浴水则费着石灰 发生反应的石灰水 便立刻将鸦片销毁 海水退潮时 便会将剩余残渣带回大海 并不污染途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刘洛вид 杜洛津 ך岂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